那么在这一节里面呢 我们要进一步的来学习更多有关Linear Transformation它的特质 那么在前一节里面呢 我们学习到了任何一个Linear Transformation 都可以化为一个Matrix Transformation 而它的这个Matrix Transformation 就是由一个Standard Matrix 它的Standard Matrix所induced出来的 那么这个Standard Matrix呢 你就可以把它看成是这个Linear Transformation 它的一个核心的这一个基本的性质 那么Standard Matrix除了把这个Linear Transformation 它的基本的定义方法描述出来之外 它其实也有几个特质 第一个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它也可以用来做成T的Range的Generative Set 那我们这边所谓的Range值的就是这个Codomain的一个子集合 这里面装满了所有的这个Images 只要是有被Domain任何一个元素Map到 就是属于Range的一部分 反之呢这不是Range的一部分 那我们在前一节里面呢 一个例子R3到R2的一个这个Linear Transformation的例子呢 是这个3X1-4X2 2X1加上X3 它的Standard Matrix呢 我们刚刚算出来是这个东西 这个2乘3的矩阵 那么这2乘3的矩阵的这一个 这一个Matrix呢 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三个向量摆在一起 三个Column vector摆在一起的话 那么这三个向量呢 就是用来GenerateT的Range 这是一个GeneratingSet 那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说W是T的Range里面的一份子 换句话说 找得到Domain里面的一个V向量 使得T有V等于W 那么这个V呢 V就是任何一个这个 这个Domain里面的 R3里面的这个元素 所以我可以把它写成什么呢 我可以把它写成这个 V1 V2 V3 那么V1 V2 V3 那么呢 它就会是 这个三度空间里面的 这个Standard Vector的线性组合 所以就是T V1 E1 加V2 E2 加上V3 E3 所以它就变成什么呢 就是变成是这一个 V1的T1 加上V2的T2 V2 加上V3的T13 所以就是V1 以这边的例子来讲 就是T1的32 V1乘以32 加上V2乘以-40 再加上V3乘以01 所以的确呢 这里面每一个Range里面 每一个元素 都可以写成32-4跟01的线性组合 所以它就变成是Range 就变成是由这三个项量 所span出来的 所以这边我们得到一个小结论 就是Range T 它会等于span 然后由谁来做span 32-40 跟01来做span 也就是说你用这三个项量 那你可以span出这个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Range 这两个集合是一样的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的 进一步的去把它推广 就是所有的这个Linear Transformation 它的Range 基本上就是它的Standard Matrix 就是theColumn thespan 所generate出来的结果 那么这个证明一样 我们把前面那个地方 再稍微写一下 对于任何一个Domain里面 我们现在假设这个T呢 假设这个T呢 它是从RN 那Map到RN 那么对于Domain里面 任何一个向量V呢 我们呢就有这个TofV呢 它就是V1TofE1 这边我写快一点 因为V1TofE1一直加到VNTofE1 那么基本上它就是 这个Standard Matrix 这个Standard Matrix 它的这个N个Column的线性组合 所以呢 这个 这个是 它是一个Linear Combination 然后呢是A的Column A是这个Standard Matrix T的Standard Matrix 所以呢 TofV呢 就是在 这一个 T1 T1 T2 TofE2 一直到TEN的这个span里面 就是在这个东西 span里面 好 所以呢 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Range里面的元素 都可以 都可以写成这个span 那么倒过来 到过来 任何一个span 是不是就有办法写成 这一个 是不是就有办法成为一个Image 它是不是可以成为Range的一部分 那么也可以的 所以另外 另外一个地方来说 on the other hand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这个对于任何一个这个 对任何一个这个W 他在这个span里面的 那你既然能够写成 他是一个这个span里面的一个元素 的话代表就是说 当我们写W 这个span元素 代表说W是他的一个线性组合 那么这时候W呢 他就可以写成是这一个 我写这个C1T1 一直加到CMT1 那写成这样的时候 他基本上就可以变成是什么 变成是T of 这一个C1到CM 所以他的确是属于 的确是属于这个 这个T的Range 因为他就变成是一个Image 所以他是变成T的 变成T的一个Range的一部分 所以T的Range 跟他的Standard Matrix The Columns The Span 是一样的 从这边我们可以证明出来 那么以下呢 我们接下来要来介绍 Linear Transformation 几个被定义的特质 它事实上 像onto跟1to1 我们要定义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都是 这两个性质都是原本 函数就有的 那么在Linear Transformation 我们来做个探讨 那么首先定义什么是onto 一个函数呢 rn到rm的函数 我们叫它是onto 的意思呢 就是指的是Range跟rm 跟这个Code Domain是一样的 那么反之呢 它就不是onto 我们看 从下面这个图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知道 Code Domain里面 照定义来说 并不是所有的元素 都必须要成为 都必须要成为这个image 必须要成为range的一部分 像上面这个图 它就没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这种情况下 它就不是onto 那么像下面这个图的话 四个元素 都成为一个image 所以整个range的空间 就是变成是 跟Code Domain一样大了 那我们知道range 它是Code Domain的一个子集合 当range跟Code Domain 一样大的时候 那就是onto 整个都被盖满 被盖满了的意思 那如果像下面这边没有被盖满 那它就不是onto 那么onto这个东西呢 这个特质呢 应用在linear transformation 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我们来看一下定理2.10 定理2.10呢 它是讲说 如果呢 T是onto 换句话说 range跟rm一样大 那么这个时候呢 A的column 它的standard matrix A的column 它就变成是rm的generating set 那么再进一步来讲 我们就可以得到说 A的这个rank 它会等于m A的rank会等于m 好 那这部分的证明 其实我们直接引用 我们在定理1.6 就已经学过了 实际上定理1.6 我们是针对矩阵A 来看 所有任何一个矩阵 它的column的span 如果能够盖满整个rm 都可以写成A的column 的线性组合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的rank自然就会等于m 这部分我们在第一章的部分 已经有证明过 那么 这边我们只是把它接下来 接下来 就是 当你的generating set 是rm的时候 那么 我们从前面一个property 里面就知道 rm 这个 A的column 的generating set 就是t的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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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你这个 A的column 的generating set 是rm的时候 代表你的t的range 就是rm 那当你t的range 是rm的时候 代表t是onto t是onto 所以如果t是onto 那么 A的column 它的standard matrix A的column 的generating set 就会是rm 那么 A的rank 也会是rm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直接 直接证明出来 这个地方很简单 就是A跟B之间 我们用的就是说 这个 这个 因为这个 t的range 就等于这个 A的column the span 就等于这个 A的column the span 就是我们刚刚所用 所证明过的这个property 好 那么B跟C之间 那我们就引用这个定理1.6 如果不熟悉的话 你就会去看 第一张的这个投影片 好 那我们现在来做个题目 试试看 请问你这一个 linear transformation 它是不是onto 它是不是onto 那么 首先呢 我们先把他的standard matrix 找出来 那这个我们前面有讲过 你可以 像这个东西 用观察法其实就很够了 我们就直接 直接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这个 standard matrix 那直接是1.2.4 用肉眼就可以看出来 1.3.6 跟2.5.10 那么接下来他问说 它是不是onto 那它是不是onto 那它是不是onto 原本你要是去把 口头面里面的每个相当 都全部都扫过一遍 嘛 可是那个无限多文找不完 所以我们就用 引用我们刚刚讲的定理 t如果是onto的话 代表range t 等于rm 代表 这个standard matrix的 这个columns 它呢 是这个 是 它是这个 它的那个 它的colum generate 的span 就是rm 它就是整个 r3的空间 那么 这个 要去算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直接呢 去 去做这个高斯效去法就可以 直接做高斯效去法 我们把这个a矩阵 你要去算它是不是 它的 它是不是盖满了整个r3空间 基本上就看a的rank 是等于3 如果等于3的话 它就是 所以这个地方 你就直接去找 用高斯效去法去找 它的reduced relation form 请各位同学自己做一下 那这之后做出来的答案是 100 012 跟000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就得到说 rank 就等于 rank a 就等于 2 它是小于3 不等于3 所以呢 这个结论就是t is not onto 有一些 有一些空间是没有被盖满的 range 并不等于它的3 好 那么呢 这个 onto的 进一步的去 去探讨的话 任何一个system of linear equation a x等于b 它都可以写成 ta ta 等于b 因为a x 就是ta 那么 as等于b 如果它有解 如果它是consistent的话 它如果有解的话 就代表说 b呢 它是在ta的range 里面 所以可以从这个地方去思考 如果有解 这个solution 找这个solution 找这个solution 就有点像是在找 那个 能够当 就是在找 在domain里面 能够对应到 你能够对应到 你能够对应到 这一个image的 那个元素 这个x 这边就是x对应到b 那么 对于 假如a x等于b有解的话 就代表说 这个b是在ta的range里面 那么 假如呢 ta不是onto 就代表会有一个b 让a x等于b无解 就代表一个b 让a x等于b无解 如果任何一个b 都可以让a x等于b有解的话 consistent的话 那么呢 它就变成onto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地方跟 我们在第一章讲 整个span 是不是 整个这个矩阵的column 的span 是不是能够盖门整个空间 那意思就跟我们的onto 是一样的 意思也跟a x等于b 是不是永远有解 是不是对任何的b 都永远有解 意思是一样的 这几个观念 请大家把它串 串在一起 它们彼此之间都是相同 相等的这个观念 好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 另外的观念 叫one to one 函数的one to one 那所谓的函数one to one 的意思呢 当我们一个函数 被称之one to one 指的就是 every pair of distinct vectors has distinct images 那么 从下面这个图来看 这个 u跟v是两个不一样的向量 u跟v是两个不一样的向量 那么它们各自对应到 rm里面的不同的 两个w跟z 这两个不同的向量 所以呢 如果所有的pair 我现在只是举一个例子 事实上要所有的rm里面 所有的两个向量 都必须要map到不一样的向量 这时候我们就说它是one to one 反之呢 你只要有一个pair 它map到同一个向量 那么这时候呢 它就不是one 它就不是one to one 好 所以呢 对于这个f 来说 任何一个函数来说 任何一个函数来说 那么它的一个相等的 它的一个等效的条件 就是说 当你出现f of u 等于f of v的时候 那你就马上对应到 马上可以imply 马上可以imply 就是one to one u等于v 因为如果 你f of u 等于f of v的时候 既然u跟v 不相同的话 那就不是one to one 这是one to one的定义 那么 我们来看 如果说 零向量 它对应到零向量 因为我们前面有讲过 linear传承免 零向量 一定对应到零向量 那么既然零向量 对应到零向量了 如果你要 这个linear传承免 它是one to one的话 那么其他的只要是非零向量 就不能对应到零向量 只要任何一个向量 对应到零向量 那就不是one to one 所以你看 假如说有个z向量 它对应到零向量 那么它就不是one to one 它就不是one to one 好 那么这个one to one 它对应到我们这个 standard matrix 的什么样的特质呢 那么 我们呢 为one to one的特质 我们定义一个 所谓的neural space neural space 那么它是domain的一个 subset 它指的是 在domain里面 任何对应到零向量 任何对应到零向量的 这个向量的集合 叫做neural space 所以 neural space 任何一个v向量 它都对应到零向量 那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要是 你要让这个linear传承免 是one to one 那么你的neural space 必须要怎么样 你的neural space 必须只有一个零向量 你不能再有其他向量 再有其他向量 它就会变成不是one to one 所以这个很容易 可以得到一个property 就是 一个linear传承免 如果它是one to one 那它的充分且必要条件 就是 它的neural space 刚好就只有零向量 也就是说 它的neural space 我把它写成neural t 它就会等于 就有零向量构成的 就只有零向量一个 只有零向量 只有零向量 能够没有到零向量 其他向量都不行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下面这个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里面呢 它是一个linear transformation 那我们要来找 它的neural space 然后来找它的 generating set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呢 把它的这个 standard matrix把它找出来 那这个standard matrix 是多少呢 这个standard matrix 这边也可以用观察法 就是1-1-2 以及-1-1-3 好 那么呢 你要去找它的neural space 等于你要去找 这个homogeneous system or linear equation 的什么 的solution set 好 那么这个 这个东西呢 大家之前都算过了 我们就直接 把它的这个reduce rule 的宣封算出来 大家可以稍微 自己算一下 我这边算出来的答案是 1-1-0 然后呢 001 好 001 那么所以因此呢 它的 as等于0 就会对应到 rx等于0 rx等于0的话 就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 s1-s2等于0 以及s3等于0 好 从这个reduce rule 我们就可以得到 下面这个 linear equation 是需要符合这个 这个式子 那其中呢 s2是free variable s1跟s3 是basic variable 所以呢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得到 solution set 它的solution set 那么s3呢 就一定要是0 那么s2是free s1 则看s2是多少 s1等于s2 所以呢 它里面的 这一个 一个解呢 就是110 110可以符合第一条 那为了符合第二条式子 那最后一个元素 一定要是0 所以呢 就是由110去做span solution set 就是由110去做span 由110做span 所以呢 这个solution set 也就是t的neural space 它的generating set 它的generating set 就是由110来构成 好 那么 如果既然是这样子 neural space 是110的span 那么请问你 t是不是 是不是one to one呢 t就不是one to one 因为它的neural space 有太多元素了 任何一个 比如说110 它就没有到零向量 可是呢 只有 可是one to one的这个mapping里面 你只有零向量 可以没有到零向量 所以这种情况下 它就变得不对 那么 这个定理呢 它告诉我们one to one 一个t它one to one 跟我们的这个north space 有什么样的关系 one to one 就是 会得到就是这个t的north space 只有一个零向量 那么进一步呢 standard matrix的column 必须是linearly independent 那么再进一步的 a的这个standard matrix a它的rank 会等于n 那么其中呢 这个c跟d的部分 c跟d的部分 基本上是我们之前就讲过 对一个矩阵来说 c跟d的部分 那么我们就是 从这个定理1.8 就可以知道 因为定理1.8 我们就已经有讲过这件事情 好 那么b跟c的部分呢 如果我们要证明b跟c 是这个 是这个等效的话 那我们就是由这个north space 的definition 好 跟这个linear independence的这个definition 好 这个b跟c就會 就會是一样的 就是一样的 那么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a加入 a到b a要 变成b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t of 0 是零向量 零向量 Map到零向量 然后呢 这个是 对于任何的linear传统Mation 都是 然后呢 而且呢 t是因为 t是1 to 1 那么 t是1 to 1 t是1 to 1 那么 零向量 没有到零向量 所以不能再有其他 没有到零向量 所以north space只能 只能含有这个零向量 那么倒过来 如果说north space 就只有零向量 是不是他就1 to 1 是不是1 to 1 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假如不是 假如不是1 to 1 但是呢 north space就只有零向量 那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他不是1 to 1 我们假设 这个t of u 等于t of v for some u v in rn 我们意思就是说 暗示他不是 不是1 to 1 如果u跟v不相等的话 他就不是1 to 1 那么 如果tu跟tv 相等的话 那我们根据 我们对linear传统Mation 的了解 t of u-v 会是什么呢 t of u-v 就会是t of u-t of v t of u-t of v 它就会变成 因为他有两个相等 所以就变成零向量 就变成零向量 换句话说 如果你有两个image 它是 它是一样的话 那么t of u-v 就会面对到零向量 那么这时候呢 因为你的这个 这个地方 我们就知道说 u-v 它原来 就在什么 就在t的north space里面 那现在你既然讲说 t的north space 只有一个零向量 代表u-v就是零向量 代表u-v就是零向量 那就代表u跟v要一样 u跟v要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 因为你这边就直接证明了t 是1 to 1 因为如果tu-tv的话 那我们会得到这个u跟v 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也证明出来 所以这四个叙述都是一样的 那大家再稍微吸收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那这一样是r3对应到r3的一个linear transformation 那这个地方呢 a呢 它的 这边我们就很快地写过去 它的a的这一个standard matrix 就是1 2 4 然后呢 1 3 6 跟这个2 5 10 2 5 10 那么 这一个standard matrix 请大家算一下 它的rank是多少 rank等于2 northy等于1 northy等于1的话 它就不是弯图 为什么呢 northy等于1 b 就代表它的northy 里面 有这个 有至少有 至少有 它northy的generating set 至少有一个来组成 有一个组成的这个 这个northy 那么 所以它就不是1 2 1 好 那么假如呢 ta呢 是一个 是1 2 1 然后呢 a等于b的这个 这个解呢 是有解的话 那么这个解呢 一定是唯一解 一定是唯一解 那换句话说 那换句话说 就是说 当你ta是1 2 1 的情况之下 as等于b的解 顶多只有只有一个 好 顶多就只有一个 那么 倒过来讲 如果 如果有一个方程是 a等于b 它顶多只有一组解 对于任何b来讲 它顶多只有一组解的话 那么ta它也是1 2 1 这两件事也是 一样的意思 所以1 2 1 那它对应到我们前面所讲的 linear independent的观念 如果是1 2 1的话 代表你的standard matrix column 是linear independent 代表a a等于b的solution set 顶多就只有一组解 顶多就是一组解 对于b来说 对于任何b来说 有时候是有解 有时候无解 顶多就是一组解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下面这个例子 a是一个4乘5的矩阵 4乘5的矩阵 那么呢 我们呢 来对它做这个高斯效去法 得到的右手边 是它的reduce rotation form 那从reduce rotation form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的rank等于3 rank等于3 那nullity等于2 所以呢 这样子的一个矩阵 这样子的一个矩阵 它所对应到的linear transformation 它不是onto 也不是1 2 1 为什么它不是1 2 1 因为它的nullity大于1 它的nullity等于2 你只要大于0 然后大于0的话 它的这个 它就 这个linear transformation 就不是1 2 1 那么它不是onto 为什么不是onto呢 一样是你的rank 要等于4才可以 如果是onto的话 整个这个code domain r4 必须要全部被盖满 那你这边rank 只等于3而已 所以它不是onto 那你nullity是大于0 所以它就不是1 2 1 好 所以呢 a等于b 有时候会无解 有时候会无解 然后呢 这个 当它有解的时候 它永远不会无解 好 所以呢 像这种 这个rank呢 是小于这个弱的个数 那nullity大于0 这种矩阵呢 它要嘛就是完全无解 它一旦有解的时候 它也不会只有唯一解 它有可能是无限多解 好 那我们这节先讲到这边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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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